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 一阳千玺即将在长沙参加会考考试 但是考试还没开始 就有网友在微博上曝光了一阳千玺的考试相关信息 不仅有考场信息 还有还有中考证信息 甚至还有考号 据了解 这次考试对一阳千玺很重要 考试成绩也会影响到高中毕业症 为了这场考试 一阳千玺不仅专门评用了补课老师 而且不管有工作没工作 都会抽时间补习 希望更多的粉丝可以理智追星 早前 组合成员王俊凯参加高考时 也在考场外遭遇粉丝围追堵截 对此 官方微博还曾发文表示 我们强烈谴责此种行为 上述粉丝必须立即停止干扰高考秩序的行为 特此告知 分享 在相关阅读姐妹互换身份 姐姐与妹夫 妹妹与姐夫结婚生娃 前不久 袁某县老城乡的一名姓杨的女子 戴着照片和户口本到县公安局不关身份证 但细心的民警通过身份信息查询和人像系统比对 发现要办理身份证的杨某和其姐姐的照片一模一样 杨某说 在2008年 因为和男朋友恋爱 年龄达不到法定结婚年龄 其姐的年龄达到了 就跟她姐互换了一下身份信息 当年 十八岁的杨某带着自己的照 片和户口本到派出所 以身份证一时没由 冒用姐姐的身份信息补办了身份证 并用这张身份证办理了结婚证 三年后 姐姐杨某先也要结婚 但按照户口信息 其已经结婚生子 无奈只好又用同样的方法 冒用妹妹杨某燕的身份信息 与其丈夫领取结婚证 两人互换身份信息领取结婚证后 为了避免事情暴露 他们就要求亲戚朋友 为他家保守秘密 一家人的户口信息混乱不堪 甚至村里为他家的 一些补贴落实也头疼不已 一家人的出行生活 也带来了很多不便 杨某说 互换信息以后 感觉身份已经快掉了 姐姐跟她老公是一家 她又跟姐夫是一家 感觉生活适乱的 自己去办什么事 感觉相当麻烦和混乱 为了恢复各自的身份信息 今年五月份 两姐妹再次想到换脸的办法 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恢复各自身份信息 但最终被信心的民警发现 老成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 奋政法的相关规定 依法给予杨某彦 杨某姜姐妹俩 一人二百元的罚款 出罚执行后 老成派出所又按照规定 重新更正了其两姊妹的身份信息 为其办理了合法的身份证 两姊妹又到民政局离婚后 重新结婚 恢复了各自的户籍 并签证了双方的户籍信息 江应荣 真容变成这个样子 网友直呼太可怕 还记得江应荣吗 2009年快女冠军 出道以来江应荣在演戏 唱歌方面都有发展 凭借精湛的舞技和一流唱功 夺得不少奖项 成为内地新生代优优偶像 平心而论 江应荣的长相不是很惊艳的那种 但看着还舒服 五官立体 高鼻梁 大嘴巴 江应荣片生长着一张欧美饭的脸 有着宽广的音乐和活力四射的舞蹈 2009年参加比赛 就被定义为国际 犯 然而 后来发觉江应荣的脸变了 当年江应荣主演的电视剧 《一不小心爱上你热播》的时候 江应荣就被指出 与快女时期容貌 有很大差别 被质疑整容 当时他回应道 向我一看就不是美女 如果身整了 这医院太失败了 近日又爆出江应荣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一出来 网友直扑恶心 真是像人又像鬼 现在的她 大眼睛 高鼻梁 厚厚的嘴唇 尖尖的下巴 江应的脸 这还是那个 可爱的快女江应荣吗 估计连她亲妈都认不出来了 以前的江应荣长相虽然不算漂亮 也算有辨识度 有自己的特点 看现在这个样子 实在刷新网友三观 本来挺好的一个人 非要把自己整成妖怪 真想对江应荣说 很怀念你当初纯真的模样 现在把自己整成这个样子感觉 真的很好吗 这三堂这样子 这早点就是 kor啦